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而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成立 与一次起义密不可分 这就是著名的秋收起义 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 秋收起义是如何爆发的 它为什么会促使中国共产党 转战井冈山 1927年9月初的一天 在位于今天江西省休水县的一处简陋的房屋内 几个人正围绕着一张桌子低声讨论 桌子上放着几块布料 看上去这些人是在裁剪衣物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要做的其实是一面军旗 而其中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就是军旗的设计者何长公 那么何长公到底打算制作一面怎样的军旗 这面军旗又属于哪支部队呢 原来就在1927年的春夏 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和715反革命政变 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失败 1927年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的8月7日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 中共中央在武汉的汉口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历史上把这次会议成为八期会议 这次会议呢 纠正了陈都秀又请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 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而且会议上制定了 乡恶干粤四省发动著名的修收起义 这次会议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的重要 毛泽东同志呢 在这次会议上 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就是羌杆的里面夺取政权 并且在这次会议上 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 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 负责到湖南传达八期会议的精神 组织领导湖南和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 到达湖南后 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 讨论起义计划 决定在湖南的东部和江西的西部地区 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并且成立了前敌委员会 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 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策划起义的过程中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 不能再像南昌起义那样打国民党的棋子 而是要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棋子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 也不再使用以前的名称和番号 而是后来被统一改编为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总人数约为五千人 就在起义爆发前 第一师的参谋何长公 接受了赶制军旗的任务 在与负责此事的其他同志 一起反复研究之后 他们最终制作出了一面军旗 军旗的旗底为红色 象征革命 旗子的正中央是一个大五角星 象征中国共产党 五角星之中则是镰刀和锤头的图案 代表了工人和农民 旗子的边缘还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 上面写着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 1927年9月9日凌晨 在秋收起义测源地之一的江西省休水县 起义部队隆重举行了试诗大会 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企 并且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在秋收起义爆发之前 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定下的计划是分兵发动 会攻长沙 然而 起义部队最终却没有攻打长沙 那么 在起义过程中 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 为什么临时改变计划放弃攻打长沙呢 9月初 毛泽东在安园的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 部署起义 下令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属的三个团 分别在江西的休水 安园和铜骨三个县举行起义 然后 汇攻长沙 1927年9月9日 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 参加起义的安园路况铁路工人 首先破坏了长沙和岳阳附近的两段铁路 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然而准备汇攻长沙的三路起义军却纷纷失利 在今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厅中 我们依然能看到当年起义部队使用过的武器 它们当中虽有一部分枪支 但也有非常简陋的梭标和匕首 博物馆中还为我们展示了起义部队用普法制作的松树炮 从这些简陋的武器中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战争的惨烈 但是起义军的失利还有着更多的因素 原来早在起义之前 第一师师长于萨杜擅自收编了一小支军阀武装 而在起义过程中 这支武装突然叛变 对起义部队发动攻击 从休水出发的第一团 腹背受敌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而在安元起义的第二团 则因为麻痹轻敌 不幸陷入敌人的包围 部队被打散 很多人在扑围中牺牲 损失更为惨重 在同古起义的第三团 由毛泽东亲自指挥 可是敌众我寡 第三团也未能完成原定计划 眼看三路起义部队都遭受挫折 毛泽东当机立断 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 与此同时 他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 通知各路起义部队 赶往湖南省刘阳县的文家市集结 1927年9月19日 各路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市 经过清点 原本五千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至此只剩下1600多人 其中还有不少是伤员 部队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成了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 就在当天晚上 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 在会议中 以师长余撒度为首的部分人 原本还想坚持攻打长沙 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攻打长沙只会让部队全军覆没 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 最终大家同意向湖南南部撤退 1927年9月20日上午 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 三天后 起义部队在江西平乡 遭到敌人的伏击 一位名叫卢德明的年轻人 壮烈牺牲 这让毛泽东悲痛不已 那么卢德明是谁呢 为什么毛泽东在听闻 他牺牲的噩耗之后 会如此悲痛 此后毛泽东又为什么 没有带领部队按计划 向湖南南部撤退 而是决定转战江西的 井冈山呢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 毛泽东是秋收起义的领导者 但很少有人知道 秋收起义的总指挥 其实是一位年仅 22岁的年轻人 他就是卢德明 卢德明出身富裕 却痛恨军阀 1924年初 他怀抱着一腔报国热情 千里迢迢从家乡四川赶赴广州 打算投考黄浦军校 却因路途遥远 错过了考试日期 不久他通过了孙中山的亲自考试 被黄浦军校破格录取 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义爆发 当时身在北伐前线的卢德明 虽然带领手下的部队赶往南昌 却没能赶上南昌起义 于是他率部参加的秋收起义 并且成为秋收起义总指挥 深受毛泽东的倚重 在文家市的会议上 尽管有很多人都想攻打长沙 但身为总指挥的卢德明 却对毛泽东转移农村的主张 非常支持 最终在卢德明的帮助下 毛泽东成功说服大家 放弃攻打长沙 1927年9月23日 当起义部队转移到江西平乡时 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为了掩护部队撤退 卢德明不幸重大牺牲 听闻噩耗之后 毛泽东非常悲痛 他恶万常看 还我卢德明 给我三个诗也不换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继续前进 并与两日后攻占了江西连华 就在此时 他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共江西省委的秘信 从信中 毛泽东了解到 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 不但丛林茂密 山市险峰 一手难攻 而且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于是他最终决定带领部队转战井冈山 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而这也拉开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7年9月末 原有五千多人的秋书起义部队 仅于不足千人 毛泽东率领秋书起义的部队 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而正是这支涣散的军队 仅仅在五天后就成为一支崭新的革命队伍 毛泽东是如何做到的 国宝档案讲述三湾改编 铸就军魂的光辉历程